苗栗跟宜蘭的 那當然第一個你可以先把苗栗做完 那一樣跟前面一樣外用資源這個沒有問題 像這個外用資源 如果你要用固定資源的話問號你可能要打幾個 他們長度好像剛好一樣 所以你可能要這樣 1234 這樣也可以 可是好像不太合理 所以什麼時候固定長度什麼時候非固定長度 這個你可能要自己針對 工作需求去判斷 不過感覺起來好像 星號用的機會比問號來得多 OK 那再來複製貼到後面 再把宜蘭的串在後面加起來 不過好像這樣子 如果你有很多縣市要串很多 那如果說你VBA有時候其實 寫法就可以用偶爾來判斷 寫法上面的話當然第一個 把它複製一個 我們就是 複製一個工作表 叫做VBA 第二個這邊按鈕也許沒產生 那我要把層次寫出來 所以 切到Visual Basic 找到跟他一樣名稱的 專案 特別是你不要放錯位置 因為同學 只要看到地方就給他插入模組 然後有時候就存到另外一個檔案 因為你開太多個 所以記得你要稍微瞄一下 這個要跟這個是Match 然後在這個裡面怎麼樣 插入一個模組 模組 模組裡面的話就再插入一個程序 叫做 苗栗和宜蘭的總文數 只是程式怎麼寫 其實剛剛有寫過 其實你可以拿剛剛 這個 複製 貼過來 應該會啦 複製貼上這個應該大家最厲害 只是說接下來改哪個地方 其實 很多地方都類似 就是啦 這個 這個Sum一樣 For i 到第10 不過有時候 乾脆一勞永逸就是 把那個要 寫熟 就Ranch 這個可能就是 要常常寫 你可以從 A2 現在追 前面我們寫過很多啦 所以我 Mand 錢瓜糊 這個寫熟了之後 就非常的快 有沒有 當然它會自動 產生這個提示 OK 這樣也可以 這個我想最好把它背下來 然後呢再來就是說 它的右邊兩個字 如果是苗栗跟宜蘭的話 那我們可以 這邊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先苗栗 這邊的話 我先把苗栗 先打上去之後 那不用星號了 因為 這邊其實就是切 前面兩個字了嘛 那只是說我需要第二個條件的話 我就把這邊複製一下 在這個中間加個偶爾 把它貼上 貼上做什麼呢 就是在把後面這邊 改成什麼 這邊要空一個 這邊改苗栗就可以 苗栗 改成宜蘭 苗栗或宜蘭 OK 這個訊息的話呢把它輸入上去 它就有支援 OK 這個或這個 那累加的話就是把它的什麼呢 這邊是C嘛 它是在B 所以改成B就可以了 然後其他的話 輸出到哪裡呢 輸出它D2 所以這邊把它改成 D2 改完了 有沒有發現 其實好像 我實際上 有變動的部分 只有什麼呢 這個 不過以後你乾脆這個都寫 寫固定這樣子 向下追蹤 還有這邊 加個偶爾 還有把它改B來 所以改完了 好像也沒什麼變動到 所以有時候 程式是這樣啦 如果已經有人寫好的話 你來改最快 但前提是要有人寫好 OK 如果沒有人寫好的話 你連 參考的機會都沒有 不會 以後如果有實在是找不到範本 但是你又需要的話 但 你可以 提出來 問 之前有些題目都是同學 提出來問的 那在我們雲端上有一些其他補充範例 也是同學發問的 我有把 同學問的問題整理 範例檔 解答檔 所以你在其他補充範例裡面 也有很多的參考 當然前提是你要自己花一點時間 太多太多了 每個問題都 一定會有答案 那我 問能不能直接就引號 苗栗侯 依然 你說這個 後面來 可能可以對 嗯 你覺得呢 猜猜看 我猜 如果我覺得 引號裡面是苗栗侯依然 應該可以 我們的直覺是可以的 可是問題 他的敘述就是不行 他一定要這樣寫 一定要這樣寫 不然他會看不懂 所以 我們不能用我們的邏輯 去看Excel 要他看得懂的 所以有時候你 像那個什麼 我們 比其他國家語言也是這樣 你不能用我們台式的那個英文 他根本聽不懂 因為 那不是他 聽得懂的東西 所以可能 這地方 當然 如果可以 那當然可以讓他更精簡 只是說就 不可以的 因為我的程式 因為我的程式這樣 絕對已經精簡到不行了 像你想到的問題 我都有想到 如果可以把它刪掉 那程式不是更短嗎 可是問題 就是不行 如果可以 我一定把它刪掉 OK 好 所以 也許可以再想想看 我的程式 我講過沒有標準答案 我這個不是標準答案 如果你還有更好的寫法 那歡迎你提供給我 參考 OK 我是 非常 可以接受大家的挑戰 OK 可是問題好像 目前還是 沒有 太 大部分都是給問題 沒有給答案的 好 那這裡的話呢 我想把它執行一下 結果大概應該就出了 42 應該跟這邊是一模一樣的 OK 好 那這一題的話做完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 雲端上面呢 還有一個是009 009這一題的話為什麼後獎 因為它的難度就更高 怎麼說呢 因為這邊的話可能會需要用到一個 統計類的函數 因為呢我需要的是什麼呢 工資裡面的 前後 三名 前三後三天啊 對不對 假設你一個範圍裡面我要抓前面幾個後面幾個 幫我加在一起 那不過這一題的話你可以 可以分 幾個階段看吧 第一個 請你找出 前三 跟後三 可是前三跟後三怎麼找 其實那個criteria裡面還有資源什麼大於 小於 等於 有沒有 那也就說你找的話 你可以先找到 排在 第三個 跟倒數第三的 那如果呢 大於 排第三的 那不就一二三了嗎 大於等於 有沒有大於等於 第三的 那不就一二三前三了 那 倒數第三的 這邊的話給各位一個提示啦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統計類的函數 如果你要找最大的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 那你這個max 可是問題它是 它裡面呢 只會告訴你最大那一 可是我不是要最大的 我要第三大的 所以如果你要第三大的 請各位注意一下 上面還有一個叫large 不知道各位沒問過這個 它就是一個array 就是一個範圍裡面 k是第幾大 所以如果你要找第三大的話 你就是這個範圍給它 array 反正看array就是一個範圍 第幾大 第三大 它就告訴你 排第三的是這個 OK 按確定 但是這個 如果你要倒數第三的 那就是什麼 同理可證small 那如果找到之後的話 你還要再放到裡面去 然後把前三跟後三的 抓出來相加就可以了 OK應該可以懂得了 試做看看 所以這邊的話 這一題後講是因為稍微複雜一點 會用到large 跟small這兩個函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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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